好的 再来看下一个话题 从5月1号开始 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 和市发改委发布的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实施细则正式实施了 根据规定 销售商必须在醒目的位置为每套码标价以打击价格欺诈的行为 不过来自今天劳动五报的文章 一房一价执行遭遇到偷工减料 文章说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 有的楼盘优惠折扣并没有如实的来进行标示 有的楼盘没有标明套内建筑面积 每平方米的单价 以及每套销售的总价折扣幅度容积率 绿化率车位配比率等等关键的信息 还有的楼盘的报价比售价高出了2000块钱 而二手房经过多家的委托 价格更是难以确定 同一套的二手房标价在不同的中介那里 也许会出现不同的价格 劳动五报今天的文章还说了 正如以往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那样 从5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的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 以及事发改委公布的相关的实施细则 果然在具体的实施当中遭到了一些开发商藐视的行为 尽管是国家发改委这样的国家权威部门颁布的 但是依然难以摆脱被消极抵制的局面 诚然国家发改委肯定也已经早就料到了会遭遇到这样的阻力 所以设立了举报电话 以及打一次人民的战争 但是举报后能够收到